会有很多症状,比如头晕啊,比如恶心啊,如果它消化到,如果供血不足的话,一定会有食欲不振,这些东西。 所以说呢,血压高不好,低也不好,什么东西呢,都是恰到好处最好。 那他应该呢,首先去看一看,这个医生看看为什么血压低,是不是有贫血,对吧,是不是心脏的磅的力量不够,他要看一看。 这种,刚才我们这个电子邮件这位观众啊,他说他是属于这个遗传造成的这样的低血压,像这种情况。 那就是说,从他家族来讲,比如他的母亲这一方,或者父亲这一方,有这个东西,那如果他是遗传方面过来的话,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根除,对吧,那我建议呢,就对症治疗。 就是想办法把血压提起来,想办法把血压提起来,比如用一些收缩血管的药物啊,比如如果他的血容量不足的话,能够提高一下血容量,如果心脏的力量不足的话,能够用一些强新的药物来处理。 如果是家族性的话,还是要看一看了,还是要看一看了。 好的,各位观众,各位听众,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,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。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心脏病的预防和治疗,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美国国防医科大学的兽马铁医师。 我们在节目当中,非常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,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,向专家提出问题。 那么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直播电话的方法呢,是先拨10810,听到录音提示以后,再拨8668375161。 在中国大陆的有些地方呢,您可能要先拨108710,听到录音提示以后,再拨8668375161。 另外我们也提供一个电邮地址,电邮地址是US新闻atgmail.com。 好,我们现在有位是广西的观众李先生,李先生你好。 您好,李先生,教员好。 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慢性病,也就是那个血压高,有心脏病,它似乎有这个联系的,因为由于好像说生活好了,他们大使鱼肉啊,是这个量比较多, 也就是那个高脂肪,还有这个高血脂,高血压那种慢性病,这种病好像高血压还有心脏病确实是没有方法能根据的,确实让我们很担心自己可以患上这种疾病。 我觉得好像一个人,他的性格好像比较激动,或者脾气比较不好,好像去患上那种慢性病,那种血压高,或者身上病的程序有这种征兆没有,我想先再来谈这个方法。 因为人假如到了那个慢性病,他的脾气好像不太好,容易激动的。 好,我跟你讲哈,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,这个病呢,还是预防为主,你谈到的根治问题呢,那是得病以后的事。 所以说呢,现在中国大陆呢,白领大概工作压力比较大,生活也比较好,这个生活压力大,有精神紧张,和这个过度的营养, 这都是造成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的很重要的原因。 那这些问题呢,那你白领一定要工作,一定要紧张呢,那这个办法呢,你就要自己想办法,能够减轻你自己的压力。 饮食方面呢,一定要注意,一定要坚持体检,看看如果这个病呢,如果得到的话,早期治疗的话还是很有好处的。 如果到了晚期的话,血压很高,心脏功能也有损害的话,再谈根治的问题呢,恐怕就太晚了,恐怕就太晚了。 有时候,有些事情生活好了,这个是好事,也是坏事,不过你能够做得好一点的话,就会把那些坏事的坏的因素都去掉,把它转换成一个好事。 最好不要到最后阶段,最好不要谈根治的问题,最好谈谈如何预防的问题,如何及早发现和治疗。 比如说,刚才这个广西李先生,就是提到现在,刚才你提到这些话题,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,所以大家呢,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呢,可能是注意的不够。 所以如果从这个饮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,怎么样做,才对这个心脏更有利。 好,也是这样,我们人体的饮食的一般就三大部分,对吧,一般就是香味素,就是菜,然后蛋白,就是这种各种肉类啊, 蛋类,再一种呢,就是糖,糖呢,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那种大米啊,白面啊,淀粉,这类的东西。 碳水化合物。 对,碳水化合物,对,这三种东西呢,我们呢,一定要把它调节好。 现在我们不是说,好,价钱贵的,说起来好的,什么甲鱼啊,这些东西的好东西都怎么样,不是。 我认为呢,这样呢,过去有个观点,我很赞成,就是说,这个高蛋白,这个高显微素,低糖,低脂肪,这个我还是很赞成的。 这个高,高显微素呢,就是我们大家要多吃一点蔬菜。 这个高蛋白呢,我建议呢,大家多吃一点这个白肉,比如鸡胸腹啊,比如鱼啊,少吃一点红色的肉。 比如那个猪肉啊,牛肉啊,羊肉啊,还是少吃。 再一个低脂肪,这个我认为很重要。 低脂肪呢,我建议呢,最好,动物脂肪呢,最好少摄入。 然后呢,植物的脂肪,像这个油类啊,就是那种花生油啊,这个菜油啊,这些东西呢,也失可而止。 总而言之呢,把这三个东西呢,搭配好,就会好。 再一个呢,要加强锻炼,加强锻炼。 这个呢,对身体很好。 其实很多人呢,这一辈子呢,也没有得心脏病。 得心脏病的人呢,还是有一定数量,不是说所有人都得了。 有些人他一辈子注意很好。 再一个呢,有些有家族史的,对吧。 有家族史这些人呢,如果他能够从年轻时候,就非常注意的话。 你可以看到,在这个家族里面,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发病了。 当然呢,就是这个家族的人群的发病率,要高于其他家族。 就是说,这些病呢,只要注意,只要从这个精神方面,从运动方面,从饮食方面注意的话, 这个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会大大降低的。 好的,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。 先生,一位是福建的网络观众,陈先生。 陈先生,你好。 你好,主持人好。 教本好,我想请问一下,我今年是19岁了,我放有心脏病啊,经常这个气颈啊,去传啊,动一下就会传,而且会心伤。 但是我又放有那个肺气肿。 这医生说不太好用啊,我想请他帮我做这个叫做扩充血管啊,就是。 就是把那个血管扩充啊,就是把那个血管扩充啊,你说这样做行吗? 你有肺气肿,他要给你做什么? 就是血管扩充。 叫做肢架,动肢架。 我跟你讲啊,这位陈先生啊,你问我行不行,我不能给你答复。 你让当地的医生来评估,他要根据你病情的情况,根据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。 由他来给你讲,你这个能不能做这种治疗。 你要听他的这么远,我看不到你的具体情况,我不能做任何评估。 你要放支架是吧? 支架是这样啊,支架在中国大陆我相信也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。 我知道类似于省级医院,他们每天都能做几十个。 这个放支架本身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。 问题是你有没有适应证,你应该不应该放。 那我相信医生呢,他说给你放,大概你有适应证。 你有适应证并不决定你能放,因为你还看你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受得了。 你说你有肺气肿,再一个呢,你放支架一定是有冠心病,一定有血管狭窄。 那个你心脏的功能能不能承受,你肺脏的功能能不能承受。 我相信那个医生如果说他要给你放,那我觉得他对你的评估,他能够做这个东西,你也能够承受。 如果他说不行的话,你不能勉强他来给你放支架。 当然放了支架之后,你会感到很舒服,你的血流就会供上去。 但是呢,一个治疗的做与不做,不是说医生一厢情愿,或者病人一厢情愿。 一定要把很多的因素放在一起,综合评估,来决定做还是不做。 谢谢。 那问题就是说,像我这种人啊,我就是九岁了啊。 其他身体面倒做很好。 就是有肺气肿,那这个放支架会不会风险很大了? 啊,是这样啊,如果你精神状态很好,那个肺气肿,你知道肺跟心脏虽然不是一个系统,但是它们两个之间的关联是非常非常密切的。 如果肺气肿的话,你的气体在肺部交换呢,就不是会好。 但是它交换不好,你血中的这个含氧量呢,就不会很高。 我不知道你的新功能是几级。